中华职棒30年的赛季即将开打 开幕战就在桃园青浦棒球场举行 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搭乘捷运来观赛 桃园捷运公司特别和职棒球队合作 把机场捷运A19站打造成充满棒球意向的主题车站 有球员休息室、牛棚、计分板等等的元素 让车站的大厅瞬间变得趣味十足 也成为民众打卡热点 市长郑文灿站上打击区 体育局长庄家佳则化身投手 这里可不是棒球练习场 而是机场捷运A19站大厅 在职棒球季开打前夕 桃园捷运公司在这里行作满满的棒球元素 还有仿照球员休息室的区域 以及球迷看台区、计分板 巧妙地让球场特色融入车站 我觉得非常棒啊 而且旁边又是桃园棒球场嘛 对啊 非常应景这个主题这样子 而且一走进来那感觉 就有像来到我们桃园主场的感觉这样子 对 非常好 A19站紧邻桃园青浦棒球场 球迷搭捷运来看球超方便 而且还可以凭棒球赛票跟 搭乘捷运回程免费 现在多了这些棒球异象造景 师傅也顺势推出打卡送纪念品的活动 只要在3月23、24两天 搭捷运来这里打卡 就可以拿到独家的纪念品 讲这是现在很多球迷喜欢打卡拍照的景点 那我们3月23号是中华职棒30年 那我们开幕赛的两天 323、324 只要在搭捷运过来 在现场打卡拍照 上传到IG或Facebook 只要tag桃园捷运 就可以获得这个棒球钥匙圈 限量发行 只有两天 323、324 那欢迎大家搭捷运看棒球 根据市府统计 在球技期间 平均每场比赛有600人 坐机场捷运来看球 大比赛的时候则超过2000人 在融入棒球特色以后 也渴望可以拉抬整体的运量 桃园有线新闻 林德超中立采访报导